今天我们要结合现实来讲一讲 在2020年疫情之后 逐渐浮上台面的一种说法 是随着当时的996运动 还有这个人民富豪啊 一系列的运动 逐渐浮上台面的就是 打工人这个称为 在我看来它实际上 它并不是左翼团结的一个象征 它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 它是一种意识形态 它是一种capitalism capitalist意识形态 为什么它是一个意识形态呢 因为打工人这个词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在这个词出现之前 在日常生活语境当中 并没有这个词 这个词是拼凑出来的 回忆一下 除了我们都是打工人 这个其实比如像台词啊 那个不知道哪年春节晚会里面 有句台词 我们都是追梦人 我们都是追梦人 类似的 我们都是打工人 这句口号就和那个 我们都是追梦人 它是一个意思 它实际上是同一种意识形态 它是伪装起来的 我可以 我会分三部来讲这个词 它 虚假在什么地方 它是个虚假的词啊 它是一个拼凑 人为拼凑的 我甚至认为它是 它是人为创造出来的 人为创造出来的 而且是 而且是 被 肯定是被专家 被智囊 被幕僚 鉴别过 这个词是无害的 这个词为什么是无害的 它实际上是一种 有一个幻想结构在里面呢 我们接下来就要讲这个词 好好分析这个词啊 打工人这个词 它其实是拼凑出来的 它是两部分拼凑出来的 一部分就是左边打工这两个词 这是在我们这个词出现之前 在我们日常话语当中 是被长期使用的 有这种叫我是打工的 我是打工的 这个打工这个词 它是是一个出来打工 打工这个词对应的另外一个词就是苦钱 我是出来苦钱的 打工就是苦钱 因为这个工啊太痛苦了 所以老百姓就把它叫做打工 有一个很形象的词 以前叫做工 以前叫做工 后来这个上上班就像上上战场一样的 后边就叫打工了 我是出来打工的 就是在我们日常语境常出现一个词 打工 对应的就是苦钱 钱是苦出来的 工是打出来的 工是一个有点像敌对 对象要打他 那个钱呢是一个痛苦的东西 我是把它苦出来 分免出来一样的 苦钱打工 这是一对词 还有一个就是工人 右半部分就是工人 我们的语境里面很少出现打工人 这是一种有点官腔的正式的说法 所谓打工人 它是这种官腔正式 它是个缝合词 它短路就在于它这个 我们就说另外一部分 就是说我有一种认同 这种认同没问题 这是底层认同 左翼认同 我是打工的 还有一个认同就是 我是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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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里面就有一点 在我们日常语境中边 工人就是在一个项目 承包的项目里面的最不紧要的 最就是人力资源 其实人力资源 纯人力资源 体力资源 甚至就是体力资源 它就我是工具 和工人相对应的就是工具 机器 我是工人 那是机器 工人和机器 就资本家口吻当中经常说的 这个工人是 和对应的 比如说技术员 经理 高管 高管 股东 老板 工人是在这个语境里面的 打工的 苦钱的 工人 机器 后来把这两个东西缝合起来 变成我是打工人 我们来看他这个区别在哪里 我们先看第一部分 我是打工的和我是打工人 这些区别 我是打工人之间的区别 他其实就隐含了一些东西在里面 我是打工的 打工是个动词 我打工 我为谁打工 为老板打工 为工家打工 还有我在哪里打工 在大城市里面打工 在乡下打工 在邻居家打工 我在哪里打工 这个工 这个打工是一个具体的词 它是个具体的 它是个为谁 在哪 打工赚多少钱 回报怎么样 回报如何 什么原因出来打工 当你说我是打工的时候 我出来打工了 打工这个东西就包含了丰富具体的 生活情境 当你说我是打工人的时候 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有一个幻想的共同体 那边就是一个打工人的这么一个共同体 这是个强行被缝合出来的共同体 而且打工有可能就是没工可打 我没有工可打 它可以否定 无工可打 我没没工了 工打不了了 在这里做名词 这个工和这个打字是可以拆开来的 我是打工的 但是我我不打工了 我打不了工了 没工可打了 我失业了 它是带有一种可能性的 我可以失业 我打工了 我今天打工 我明天会失业 但是如果你是打工人的话 其实在这里就代表着 你能把这个词拆开变成我是打工人 然后我是一个失业打工人 就是拆不了了呀 所以当你用这个词的时候 把你认同为这个虚幻共同体的一部分的时候 你就已经代表一种愿望 我不要失业 我不想失业 就代表一种愿望 我不想失业 我想 我停留在这个共同体的方式 就是继续打工 继续出卖 劳动力 了解吗 它就把这个共同体和打工捆绑到一块了 如果你失业了 你还是不是打工人呢 这个事就问题就来了 失业了 我不想继续被剥削被奴役了 我还是不是打工人呢 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 比如说三合大神 三合大神 还是比如说切哥瓦拉 他们算不算打工人的呢 那么在这个意识形态里面 他们就不算打工人 因为打工人这个词就默认了 他想打工 他支持这个就业秩序 他背后里和这个东西之间的差异就是 我打工的 我今天打工 打工是不可能的 我明天可以不打工 当你说我是打工人的时候 你就已经认同这个共同体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共同的特征 就是 打工必须持续 必须持续 延续的 否定它的可能性 你可不可以成为一个非打工人 或者反打工人 在这个词的操作之下就做不做不到了 做不到了 你知道吗 把这个词作为一个固定的词 你要否定的话 你好像就否定它整个了 就是把这一整个共同体都给它否定掉了 这就是这种缝合的作用啊 这种缝合的作用 这种缝合的作用 就好像你否定 打工 或者说你失业了 就好像你是从这整个共同体里面出去了一样 你否定它就好像否定整个共同体 这个时候 你实际上就是把整个劳动者都捆上了一个 这个工作秩序的战车 这个工作秩序的战车 劳动力市场的战车 我是打工人 它意味着是我心甘全愿的 要做这个劳动力市场里面的被采购的劳动力 了解吗 这是我是打工的 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因为这两个词可以拆开 它很灵活的 我打工了 我反对打工 打工是不可能的 但是你可以说打工人是不可能的吗 我不想成为打工人 当你说我不想成为打工人的时候 别人就会指的 那你想成为老板啊 你要做老板啊 打工人和老板之间的这种这种 这种差异它就是消磨掉的一个 打工人和老板 和打工的和老板 下面这种情况 它就把整个 这个两个就好像就1加1 就等于2了 就形成一个整体的 0.5加0.5等于1了 这两个加0.5加0.5 就好像等于1了 形成一个整体的 在打工人和老板之间 没有第三种可能性了 第三种可能性就是 切割瓦拉三合大神 或者就是反抗者 我不想打工 但是在打工的和老板之间 就有一个 这是0.5 但是打工的 它是0.25 它另外还有个0.25 它加起来才等于1 了解吗 打工的 加起来 还有一个是不打工的劳动者 不打工的 不愿意打工的 不想打工的 觉得打工丢脸 觉得被别人剥削不爽 心里不情愿的 不打工的和打工的 0.25加0.25加0.5 才等于1 你这个意识形态 就把这两个东西 强行都变成这同一个东西了 拆不掉了 但是你没有给出 一个否定词的位置出来 你打工人 一反全反 了解吗 这个就是用打工的和打工人之间 就有一个基本的语用学 至少你在语言使用上 一个维度就被你抹掉了 这个就是意识形态起作用的地方 还有一个 我们来另外一个就是 叫我是工人和我是打工人之间的区别 我是工人 我是打工人 这里面就同样又有区别了 工人 他离开离开岗位 工人并练是什么 农民 知识分子 小手工业者 了解吗 打工人 他把上面所有东西都换到一块了 工人是可以和这些东西并练的 那么工人他有个什么特点 他离开工作岗位之后 他要重新获得 生存的资料 很困难 他只能被雇佣 他没有没有生产资料 而小手工业者农民和知识分子 他都有后路可走 你知道吗 小手工业者他有自己的手艺 有自己作坊 有那些工具 农民有田地 至少有乡村的村里面的那些宗族关系 有狗饭食 有农业户口 有地 有这个宅基地 有农田 知识分子 还有知识 有文化 上面收买知识分子 会给他更高的 更丰厚的这个价格 工人是没有 他匮乏的 没有的 他所以他有否定性 一无所有 我是工人 你要了解吗 产业工人 特别产业工人 建筑工人 了解吗 他只有一身利器 他自己就是工具 他自己就是生产资料的一部分 他自己就是生产资料的一部分 所以我是工人 这里其实带有一种 它是一个被动的 拘束的 被束缚了 被限制了 受限的这么一个状态 I'm a worker 工人 产业工人 industrial worker 产业工人 了解吗 他是被受限的拘束 就是他情境化 他有否定性 这些都是他的否定性的特点 当你说我是打工人的时候 加了一个动词 他加了个动词 这个动词就意味着有一种 主动 乃至自由 甚至这种打工人的意识 那里面都包含就是说 既然大家都是打工人 而且他说我可以换工种 我可以换工种 其实不是换工种 我至少可以降级 降级没问题吧 降级我还有机会 所以当你说我是打工人的时候 你相比我是工人 工人已经无路可退了 他不可能回去做农民 做小小小手工业者 如果说他是近况在恶化 他无路可退了 他降无可降了 但是你说我是打工人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就把所有的 所有的只要不是自己 掌握剥削性的生产资料 而仅仅是掌握生产资料的那些人 也囊括进来了 你就 你一想就是我有后路啊 我实在不行 我可以去考研啊 我知识分子还可以去考研啊 国家会养着你啊 了解吗 这个是你是我是打工人 其实这个时候就已经是有一种主动自由 又加了一个共词 又加了一个 它是一个虚幻的共同体 这个共同体是我是处在这个位置的 我下面还有更挫的 更挫的啊 销售啊 啊 就是财务啊 什么一些更挫的一些工作 我实在不行去什么加油站里面 再不行我去做体力劳动者 我体力劳动也是颇有技术含量的啊 老是做什么厨师啊 啊做什么服务员啊 啊类似的 再做什么 什么 小小商小贩啊 啊也算是小资人阶级的 然后再往下我可以做彻底的 彻底的无产机啊彻底的工人 这个时候你把这一整个序列看成是一个备选项 所以它是有后路的 有后路的 这种我是打工人实际上是有后路的 而且是一种随时随地是要和下面的降了级的 所谓降了级的 啊去做竞争的 所以这也是一种虚假的意识形态 是用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好吧 就是打工人这个东西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而且是一种大资产阶级所默许 鼓励小资产阶级去形成的一种 小资的自我认同 所以说我是打工人 这是有那种潮流意味的 潮流意味的有的有一种时尚意味的 弄潮的那种感觉 但是你会很直接说我是打工的 我打工的呀 我是打工的而已啊 你会愿意这样去说吗 或者我是工人 我是工人 我无路可退的 我这个厂今天把我这样开掉 我只能给他抗争到底或者怎么样的 你是工人 工人是不会轻易谈辞职的 工人也不会轻易谈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的 了解吗 所以工人和打工的 制度化的在产线上的 还有这种零散的零食的 面对所谓的这些打工人 他是都是抱有疑虑的 认为他们这种认同是有问题 因为这个词对于他们来说 打工人 这个本来就是个生词 真的在劳动者的世界里面 这个词是不存在的 you know understand 这个词是生造出来的 是编出来的 打工和工人 造出来的 乃至于 不怀号的人说打工人 批判工人 批判工人不够团结 只有我们上层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才可以团结你们 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们接下来进一步讲 第三点就是打工人 为什么它是个虚假的意识形态 打工人 意识形态起作用的基本模式 并不是你觉醒了 意识形态就没了 并不是这样的 不是说你觉醒了 意识形态就没了 意识形态起作用的基本模式是 不是你觉醒的 你甚至都不要觉醒 而是别人知道 你觉醒了 这个是意识形态 才消失 只有当别人知道你觉醒的时候 意识形态才消失 那么打工人如何实现之种 如何阻断了 如何阻断了 这个意识形态觉醒的这条道路的呢 它的技巧在于 抹杀差异 这个才是真正的觉醒 但是打工人是抹杀的差异的 我在这里说的一点就是 什么时候你真正的觉醒了 什么时候你真正的觉醒了 你是个脑力脑力无产者 当你是个脑力无产者 你想要对打工人说啊 对对一个体力无产者说 我们都一样 我们都是打工人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体力无产者 体力无产者 知道 这个家伙 说的话 和我老板 说的 和我老板 要求 要求 我们 或者公投啊 和我公投 和老板 无偿加班时 说的一模一样 他是叛徒 了解吗 understander 为什么 因为这个打工人 这个东西 这个意识形态 他在抹除 他在 他在抹除 差异 他在抹除 差异 你要知道脑力无产者和体力无产者的差别 根本上在于哪里 根本上在于资产阶级愿意花更多的花更多的钱 更多的钱 更低的剥削率 来收买他们 这个差异是实实在的存在的 你如果你要这样说 应该是我们都是 尽管我们都是打工人 但是我们不一样 我是脑力无产者 你是体力无产者 我们可以分工 在维护自己利益基础上 你负责什么什么 我负责什么什么 这才是一个清醒的 你如果嘴巴上就说 我们都打 我们都是打工人 我们都一样 他在抹杀这种差别 你知道吗 体力无产者说 哇你做办公室的 哇你还有期权 哇你一个月几万块 哇 哇你稍久晚五 你这嘴巴上说 你跟我一样 你咋不把你工作给我呢 或者说 为什么你老板就愿意 让你这样的人拿这么多份额 但给我就给那么低呢 你嘴巴上这样说 我们都一样啊 所以你理解吗 这个意识形态是 专门帮助这个脑力无产者 来消磨掉他们的差异的 那么消磨掉他们的差异 在谁的眼里 问题来了 在谁的眼中 这两者 无差异呢 本质上无差异呢 在资本家眼里 资本家 所以这个打工人的这个视角 这种说法 这种虚幻的 抹除差异的共同体的说法 实际上是脑力无产者 再 占据 资本家视角 或者被资本家视角所占据 了解吗 实际上就是他精神分裂啊 精神分裂 因为他如果真的是 他会说我们是打工的 我是打工的 或者我也是工人 我是不是创造一些符号学价值 创造一些啊 管理上的有序度啊 创造一些 或者创造一些意识形态啊 有的脑力无产者 也是创造意识形态的 或者说是做一些什么 我知道 包括第一个看我这个视频的人 你也是脑力无产者的一部分 对 这是标准的资本家视角 所以他才会抹除这个差异 这个差异是不容抹除的 那么什么东西才能保证这个差异计存呢 就是打工 我们都是打工的 那么工有不同种 打有不同的打法 有站着打 有跪着打 有也不打 了解吧 也有把这个工作本身当成一个工作本身当成一个对象去批判去斗争的 反抗他的也有打工 或者你就是工人 那么工人的话 有各种各样的工人 也有不是工人的底层 也不是工人的左翼 左翼分子也有 左翼知识分子或者怎么样的也有 但是打工人这个东西 把这两个东西 把打工和工人这两个的话语的位置给占掉了 你有了打工人之后 所有人都去虚幻共同体的那个那个视角在里面的 所以意识形态就是会导致的结果就是 别人永远会知道你没有决心 你误以为自己决心了 脑力无参者误以为自己决心了 我决心了 我决心了 我们都是共同体 我们都是共同体 我决心了 所以他的利益受损的时候就会怪怪罪他们 你们这些人为什么不过来帮帮我维护我的利益 比如他被吵了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甚至说你们这工地上半砖了一个月也拿七八千块钱 凭什么 这个时候他会以我们都是打工人 你打的工 其实他这个屁股还是歪的 你知道吗 就是齐泽科经常讲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一个精神病患者 他以为自己是个虫子 出院了之后 出院了之后 他看到个大攻击 他看到一只攻击 他还是很害怕 还是很害怕 他回去找他的这个医生 跟医生说 怎么回事 我还是 医生就问他 你怎么回事 你不是好了吗 你怎么知道自己不是虫子了吗 你怎么 怎么还是害怕 他说 虽然我知道 我不是 但是 攻击 不知道啊 这就是意识形态起作用的 基本 基本方式 脑力无产者说的 我们这些先进的脑力无产者 我们都知道 大家都是打工人 大家都是打工人 但是这些体力无产者不知道啊 体力无产者不知道啊 了解吗 他说那些扫地的大妈 他们不关注这个新闻的 他们不知道啊 产业工人 他们他们也不相信 我们真的是 他们会认为 哪怕我们这些 比如说程序员啊 或者说一些中层管理者啊 也自认脑力无产者 自认我是打工人 但是这些体力无产者 他还是不认可我啊 他内心还是觉得 我们是拿到了更 更多的好处啊 我们还是 对吧 他们的意识形态起作用是 尽管 尽管 我相信 我们都是打工人 但是他们不相信 了解吗 你说所谓的打工人的这种 就是对于 其实对于 为什么一天到晚嘴巴上叫 我们都是打工人 我们都是打工人 这个话其实不是喊给上面听的 这个话是喊给 比你更惨的人听的 这个话是喊给 就是我们都是打工人 我赚这么多 你也别别别嫉妒我 你也别嫉妒我 因为我们都是打工人 我赚这么多 你别嫉妒我 你别演哄我 啊 或者说 哪天我跌落了神坛 或者怎么样 我好的工作 找 抱不稳了 我只能过来 抢你的饭碗 这个时候 你别别别别 别埋怨我 我们都是打工人 我也不容易 我是打工人 这个意识形态 就这样起作用 他是标准意识形态 我是说他是 屁股很不干净的 一个意识形态 如果你真的是 如果你真的是左翼 如果你真的是左翼 你一定要摒弃这个意识形态 必须摒弃这个意识形态 这个是个缝合怪 打工和工人缝合起来的 而且他预设了更底层的打工人 他不知道他自己和我一样是打工人 或者说他已经预设了别人不认同你是打工人 所以你必须宣称自己是打工人 预设了最有资格 如果说自己是打工人的人会怀疑 至于怀疑 怀疑啊怀疑他不是 最有资格说 最有资格称啊 称打工人的人会怀疑他不是打工人 所以所以他会不停的重复 我是打工人 我打像念经一样的 我是打工人 我是打工人 这个就是那些一天到晚把这句话放在嘴巴上的人 他心里面的小算盘 我跟你我跟你说明白了啊 所以他会不停的说这句话 他的意思就是说 哎尽管我赚的比你多 但是咱们都是打工人 你别别激怒我 或者说尽管我我我工作不保了 我过来要抢礼饭碗了 但是你别埋怨我 因为我也是打工人 了解吧 他他其实并不准备着团结起来和他真正的对立面 因为如果他真的要团结起来团结的前提 不是抹出差异 而是利用好 而是分工 而是要分工做事情 啊 而是要分工真正意义上去做事情 这个我看不到 我现在看不到 啊老师说我看不到 我看不到我们的程序员 有没有做很多很多程序 我们的那些文案策划设计 有没有做很多很多的文案策划设计 没有 我看不见 我看到只是蹭热点赚钱的 啊 所以这个玩意 他就是个意识形态你必须把他摒弃掉 要么你说你是打工的 要么你是工人 没有打工人这种东西啊 这是一个意识形态 这是标准的意识形态 小自然的意识形态 这个我们都是打工人 其实就是我们都是追梦人 只不过 我们都是追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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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向着梦 向着梦的 往那个方向 我们都是打工人 他是 他也是向着梦 他是 背后是清醒 我知道有那么个清醒的维度在 大家都是打工人 赤裸裸的打工人 背后是清醒 但是假装在做梦 做什么梦吗 做一个 下面人闹 下面人闹 闹得更凶 我 可以 沾 点 笑 便 哎呦啊 清醒的人不要说自己是打工人 这个词让我恶心透了 这个词让我恶心 这个是个纯意识形态 这是个纯意识形态 他就是预示了别人会不相信这个东西 所以实际上他自己在死命相信这个东西 他死命在建构这种意识形态 哎 好了 我反正三个三个维度我都分析完了 三个维度我都分析完了 你们自己做选择吧 你们自己停留在这个打工人的幻梦里面 你们就停留在里面吧 恶臭啊 我受不了的 而且玩了这么多 这么长时间了 好几个月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而且这个 哎